金龜子陪你 过大年 金龜子强包 乐爱乐花桃 美丽的昆虫 世界真奇妙 团结友爱 长长飘飘 幸福快乐 我们一起来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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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长飘飘 这个笑话 我是做 supplying us 小朋友们 大朋友们 我来假睏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金龟子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金龟子 小朋友们 你们好 我是金龟子的好朋友 宝宝虫 在这里 你 ces immer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青蛙王子 伯伯 欢迎小朋友来到金龟子城堡 金龟子城堡这一次降落在了广州长龙野生动物世界 这里有五百多种两万多只世界各地的野生动物 在这里小朋友们可以近距离地与动物朋友亲密接触 犀牛 河马 白虎都变成了大家的好朋友 火烈鸟 长颈鹿 烤拉也变成了大家的小伙伴 全世界唯一的熊猫三胞胎萌萌帅帅酷酷也快乐地在这里生活着 这里还有像金丝猴 龙猴 结尾狐猴这样的珍稀猴类 爸爸妈妈带上小朋友来到这里一定能感受到 大自然和动物朋友们带来的奇妙之旅 这都看不过来了 有这么多可爱的小动物 跟我们在一起好开心呢 电影机前的小朋友们 大朋友们 金龟子祝你们新的一年百世亨通 好 宝宝同要祝电影机前的大头小朋友们千世吉祥 青蛙王子祝愿电影机前的朋友们万事如意 十二生肖一年又一年 我们祝大家同年大吉利 还有 十二生肖的小动物们也赶过来凑热闹了 对呀 它们在哪呢 在那呢 欢迎你们 大朋友小朋友们 欢迎来到 金龟子城堡 好 宝宝同要祝你 这就是十二的生肖 四树丑牛 鹰狐猫图 拳龙四舍 乌马尾亚 身后有金须骨骸铸 这就是十二的生肖 鼠牛猫住 龙蛇马羊 猴鸡狗猪 大声的唱 四树丑牛 鹰狐猫图 成龙四舍 乌马尾亚 身后有金须骨骸铸 这就是十二个生肖 嘿 我们还年轻 十二个生肖 嘿 为我藏感情 四树丑牛 鹰狐猫图 成龙四舍 乌马尾亚 身后有金须骨骸铸 这就是十二个生肖 十二个生肖 成龙四舍 乌马尾亚 身后有金须骨骸铸 十二个生肖 这就是十二个生肖 这就是十二个生肖 小朋友们 今天会是十二生肖的哪两个小动物和大家见面 有请它们登场 小朋友们 小朋友们 各年好 我是十二生肖里最爱睡美容觉的小粉猪 小猪你好 小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十二生肖里最勤快的小牛 在这里我要给大家半年了 小猪 大家跟我一起来玩图 玩图随够 拍拍手 嘿呦 全世界 你最牛 拍拍手 大家一起来 嘿呦 全世界 我最牛 小猪 你倒是跟我一起唱 小猪 你怎么垂头丧气的呢 这不叫垂头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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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不敢像你那么牛 你看吹牛皮 牛气十足 说的都是你 为什么呢 你没听说过一句话吗 人怕出名 猪怕撞 我现在不光要低调 连饭都不敢多吃一口 什么 你要撞墙 你干嘛想不开 出名了怎么还要撞墙 不是 不是 人怕出名 猪怕撞 在我这里撞就是肥的意思 这句话告诉我们做什么事 都不要太张扬 要低调一些 才能保护好自己 你说的这也太深奥了吧 人出名 人出了名 就会招来麻烦 你看那些大明星 每天都有很多狗仔队跟着 多烦 你再说我 我要是长得太肥 你懂了吧 明白了 那以后我也得低调一点 唱歌的话得小声一点 太白色 我会有 这些是花醉牛 好可怕 一只怕长胖的小猪 和一只爱唱歌的小牛 今天的故事 小朋友们听懂了吗 现在我们赶紧去看看 森林里其他的动物们 都在干什么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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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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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龜子陪你 过大年 过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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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年好 好吃的 还要有好玩的 好玩的 没错 要玩的游戏开始了 好玩的 哈哈 别高兴了 太早 这个游戏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是吗 考验小朋友 是一个配合是吗 对 不是配合 你们要看看谁完成的时间用时最短 但是呢 在完成的过程当中 这个游戏有一定挑战性 是吗 怎么玩呢 话不多说我们一起来看看游戏规则 快乐冲冲冲游戏规则 两队接力大比拼 第一关小朋友需要跳起戳爆五个气球 第二关 队长需要摇头放脑 将红豆从瓶中全部摇出 两关完成用时最少的一队获胜 获胜队就可以去完成 融合的小小饲养员的任务了 赶紧来认识一下两队的队员 毛毛虫队 尹兮兮小朋友 青蛙王子队 郭靖全小朋友 好了 来 游戏规则我们都了解了 现在我们就正式进入我们的挑战了 加油加油 使劲使劲使劲 好 使劲使劲 调刀 调刀 调刀我还一个都过不着 使劲 头腰的一个针往上炸 一个头 别开头 滴了点头 滴了点头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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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时间加油 加油 还有时间加油 好厉害的 加油 快 好厉害 好厉害 这么快 作为游戏王的青蛙王子 真的是很厉害 不知道毛毛虫队有没有机会胜出 来 茜茜加油 看你的了 快 一二三 好高啊 来 往后一点 往后一点 来 对 跳 站着蹦 预备 蹦 过来一点 一二三 二三 一二三 坐 来 再来 再来 一二三 再来 一二三 走 走 一二三 走 一二三 一二三 一个 来 继续 来 继续 来 继续 来 一二三 走 差一点 来 一二三 一二三 八 八 八 一二三 还差两个 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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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 对 差一点 继续 来 一二三 还有一个 来 蹦 加油 差一点 往左边一点 往了往这边一点 对 来 一二三 不用往前探头 发现他喜欢往后 来 一二三 对 三 对 来 一二三 再往后一点 来 一二三 完成 欣欣快点 麻烦说队长加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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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意思 没了 好 毛毛虫队不敌青蛙王子队 两队的比赛全部结束 最终获胜的就是青蛙王子队了 你们怎么能晃得这么快呢 牙好啊 胃口就好 好快好快 那我们来看看最后的时间好不好 好 我们毛毛虫队用时是 一分五十六秒 很快 还可以 那我们看看青蛙王子队的 一分 最终的时间是 一分二十八秒 成绩非常不错 恭喜我们青蛙王子队获胜 我们也很厉害 也很厉害 那下面这个小小饲养员的任务呢 就要交到你们了 看看你们这个任务完成的怎么样 好不好 好羡慕 来 我们去完成任务了 加油 好了 那我们青蛙王子带领小朋友呢 就要完成这个小小饲养员的任务了 你们这任务呢很简单 就是要给这些小猴子来称体重 没错 那你们的任务呢就要准确的把它记录下来 看看你们今天的任务能不能完成好 加油 我们今天小小饲养员的任务就是 给可爱的小绒猴称体重 小绒猴到底有多重呢 让我们的小小饲养员来告诉大家吧 我们马上要开始我们的小小饲养员的任务了 首先让我们饲养员姐姐为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什么猴子呢 这是绒猴的一种叫做金掌绒猴 也叫红掌绒猴 因为她的手是小的时候是金色 金色的 长大就会变偏红 长大以后变偏红色 那她现在是有多大了 现在才有刚刚一个半月 一个半月 好了我们首先要跟这个三只小猴子 称量一下他们的体重 好吧 来我们一只一只的量 来 可以先拿一只 他们好像喜欢抱在一起 所以我们的饲养员姐姐首先要把它们分开 看一下标记 标记 其实是三号 三号 哦 写多少 六十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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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号小猴子是六十克 薰薰记住了吗 嗯 好 再换一只啊 好 现在是一号 金掌绒猴 一号 跑了跑了跑了 跑了跑了跑了 哦 哦 哦 好 一号小猴子也是六十克 一号 好 这一只可以放三去 三只 啊 哇 原来三只金掌小熔猴都是六十克 好 首先我们这个小小饲养员的第一个任务就算完成了 刚才我们称量了一下三只金掌绒猴的重量都是六十克 三只都是六十克加在一起的一百八十克是三只金掌绒猴的总重量 好了 好了 称量体重的任务就算顺利完成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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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猴的种类有很多 大多数生长在南美洲亚马逊河上游的森林中 它们身体小尾巴长 体长仅有十五厘米的龙猴是世界上最小的猴子 然而它却能够跳四米九的高度 这就好比一个一米八的大高个能够跳六十一米的高度一样 好了我们这个小小饲养员的任务呢已经完成了 我们来问问饲养员姐姐刚才他们两位完成任务的情况怎么样 完成的非常好 哦 知道你了吗 对 重量称的非常准确 好了谢谢你们 那你们的任务成功 今年呢是猴年 我们跟小动物们小猴子一起过年了 我们一起来个全家福 一二三 猴年大吉 猴年可是我们的本命年 祝小朋友们猴年大吉 气象是成 猴年快乐 金龟子陪你过大年 过年了我们金龟子城堡要给小朋友送大礼包对不对 新春大礼包 而且这回我们要送三份 这么多 对 小朋友们注意了 因为今年是猴年 对 所以我们准备的大礼包也是非常非常与众之同的 听上去就非常的期待对不对 对啊 到底是要送什么呢 第一份礼物是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 来 别来无恙 好痛啊 原来是西游记针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啊 为什么不多放一会儿啊 一定要去电影院看 这么好看的电影对不对 最适合小朋友和爸爸妈妈一起到电影院去看 因为他们在初一的时候就上映了 我告诉你们 看电影也可以拿礼物 看电影还可以拿礼物 对啊 小朋友不仅到电影院可以拿礼物 在今天我们的金龟子城堡里 也可以拿到送空三打白骨精的礼物 太好了 小朋友们你们在哪儿呢 在哪儿呢 欢迎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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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爱呀 小朋友各年好 我以为 小朋友各年好 各年好 各年好 小朋友你们想知道孙悟空猪八戒 还有那个白骨精 他们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 对啊 那就赶紧去看电影 西游记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对了 看电影的小朋友要跟爸爸妈妈一起去对不对 对 我们还有一份礼物送给小朋友 那就是何佳欢电影套票 小朋友想跟谁一起去 小朋友想跟谁一起去 看 这回我又可以看 不不不不 我会跟他们的爸爸妈妈一起去看 非常好看 小朋友赶紧去到电影院去看吧 好了 现在我们要给电影机前的小朋友们 大朋友们送上春联了 对 可以 你记得吗 说她是虎 她不像 金钱印在黄傲上 站在山上一声猴 下跑褲子 下跑狼 打一野生动物 是什么 快点说 好简单呀 是什么 知道了吧 那我们一起说好不好 一二三 金钱到了 小朋友肯定都猜对了 因为小朋友真的都像小猴子一样聪明 对不对 没错 今天我们再给小朋友出一个小小的灯迷 好 听好了 她的长相真奇怪 肚皮下变长口袋 宝宝袋里 吃和睡 跑得不快 跳得快 我这个动作一出来 小朋友就知道了 打一个野生动物 我知道了 是什么 不要说出来 对 让小朋友来猜一猜 下一期节目当中 我们会给小朋友公布正确的答案 没错 好了今天呢 我们在金龟子城堡 就玩到这里了 小朋友们 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再见 进步 身体健康 头连 新年快乐 红包 多多 和家欢乐 好好学习 金龟子城堡的小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小鹿姐姐 大家好 我是菊萍姐姐 我是金龟子和毛毛虫的好朋友 花姐姐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红果果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绿泡泡 我是竹花叔叔 在这里呢 我们要共同祝愿金龟子城堡的小观众们 在新的一年里 学习进步 天天开心 快乐多如猴毛 进步 犹如猴毛 身体健康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快快乐乐的 过年好 给大家拜年了 我爱着天天 你爱所有眼睛